我们杨伟中今天回家了 我们记得很幸福的时光 也很谢谢 陈颖珍今天早上带着杨伟中遗体 回到台湾 陈颖珍强忍内税 跟大家道谢 句句顶人心碎 行政院不当当场处理委员会委员杨伟中 上个月30号 在库克群岛度假 为了救爱女 不信溺弊 魂断异乡 杨伟中高龄90岁的妈妈 日夜盼着她回来 这个月6号 将脸书大头照换成和杨伟中的合照 写着纪念勇敢 正义斗士 同时还po出多张杨伟中在库克群岛的照片 杨伟中的妈妈 在这张一家三口绽放灿烂笑容的照片下 写下伟中向我最后的告别 在另一张杨伟中独自一人的照片下 写着最后孤独的背影 如今终于盼到杨伟中回来了 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场景 让人鼻酸 另外杨伟中的女儿抱着最爱的玩偶 小碗熊 一路跟在妈妈身旁 杨伟中十分宠爱女儿 女儿在脸书发文 杨伟中一定会去按赞 今年7月 她的女儿将大头罩 换成碗熊和金融小说 天龙八部时 杨伟中还留言又看不懂 女儿还俏皮回说 公然毁谤 还有一次 女儿PO出一张黑猫罩 杨伟中问在哪拍的 女儿回说 不告诉你 杨伟中PO出一张生气图 可见父女俩感情相当好 由于杨家是基督徒 到时会举办罪私会 和亲友道别 因为杨伟中妈妈年事已高 陈以珍会先留在台北陪婆婆 陈以珍的父母也赶到台北 协助处理后事 亲友都很关心陈以珍 除了安慰也请她要坚强 陈以珍也会说她会得 董新闻综合报导